史上最续道的男人 老得起来十个女人都比步了 现场把主持人赵川都快逼疯了 究竟是什么奇葩极品男人 能把赵川和全场嘉宾逼到如此地步 先让我们看一段高潮点 能言善变的男人 本来是很受欢迎的 没想到赵川不想听他说一句话 而在图蕾老师这里就是伪君子了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接着我了解一下今天的故事 故事的男主人公邹先生29岁 来自东北辽宁是一家私企的老板 女主人公小刘26岁同样来自辽宁 帮着丈夫管理公司 他们是大学4年到现在已经有6年的感情了 半年前结婚到现在 妻子实在受不了丈夫喋喋不休的劳道 所以来到节目组 求嘉宾老师给支支招 妻子一上台就向主持人赵川抱怨的 前几天的时候 然后那个我去出去办事嘛 跑了一天 然后最后一个环节是 他们给我要一个密码 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结果打了20多个电话 他都没接 那事都没办成 我那天还没带雨伞 那天还下雨了 我就相当于挨娇了嘛 我回去之后 我就是想让他安慰安慰我呀什么的 结果我一进门 他就开始 就真是跟我叨叨 没完没了 男子一上台就开始了他的大道理 滔滔不绝 妻子只是很累了 想丈夫给点安慰的话 可丈夫却讲了一大堆道理给他听 本来就很心累很烦没想到 回到家却加快了小宇宙的爆发 最后两只友吵架来结束 而两人也说到另外一件事 妻子白天在外面处理公司问题 结果遇上要问丈夫密码的事情 但此时的丈夫却手机打不通 连打28个电话都没打通 手机就像百事一样 本以为丈夫会对自己的做法解释的 没想到现场演绎出了他当时的想法 男子说话之间行云流水滴水不漏 好像啥都说了 有好像啥都没说明白 让图类当众戳穿他虚伪的面纱 接下来妻子和丈夫的对话 让赵川不淡定了 一个做老板的人当天加班一宿 第二天就可以呼呼大睡啥事都不管 这样的老板靠谱嘛 男子眼看狡辩不过去了 转移到妻子把他十斤酒都给倒 并且是朋友送的特别好的酒 一瓶价值一两千多 这一道两万块就没了 难怪丈夫会埋怨 那妻子会无缘无故倒他的酒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以为男子经过此次胃出血 不会再喝酒了 可谁知他不但不长教训 还经常瞒着妻子 甚至当着全场观众的面也说自己 以后还要喝酒 作为一个东北老爷们 怎么能够不喝酒呢 那还怎么交朋友 妻子对于丈夫这番话气到崩溃 所以就直接把丈夫所有的酒给倒了 虽说方法不对 但也为了丈夫的身体着想 可接着妻子还说到 丈夫和哥们聚会的一幕 让全场都惊呆了下了 丈夫把哥们带到家里 十多个人喝酒喝到深更半夜 喝完后拍拍屁股走人 丈夫却也喝得呼呼打睡 那收拾屋子的人只有妻子了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哪个女人能够无底线的忍受呢 刚说完喝酒这件事 没想到一下秒男子机暴露出 让全场啼笑皆非的一幕 主持人都想要 却要忍着听男子继续叨叨叨 这让一旁的曲伟老师 笑出了讹叫声 赵川却快憋不住了 两人因为这些事情 都聊到离婚的话题了 本以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没想到在男子眼里 离婚的话题 竟然能把妻子讲到怀疑人生 他声色俱力地描述这妻子要离婚 而他却是把自己挽回的过程 说了一大堆 小徒终于明白这个男子 为什么叙叨得让人心烦了 是因为他没有总结到事情的重点 而是把每件事多 从头到尾用叙叙叨叨的方式 无趣地讲了出来 而接下来赵川面对男子的啰嗦 实在憋不住了 男子就像一个话牢一样喋喋不休 连妻子都让他不要再说了 他似乎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 给别人带来很难为情的干扰 但赵川还是没有说出话 再一次忍住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咱们真的应该聊一聊 我说我们 我们不要吵了 你有什么事情 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就是 那天什么时候结束呢 那天什么时候结束呢 赵川心里在想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 真是度日如年呀 他弯腰的动作已经表现出不耐烦了 生活中遇到这样一个男人 不管什么事都跟你说一大堆道理 像极了睡觉时的蚊子那么讨厌 其实很多事情可以用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 为什么非要用道理来跟人家掰成呢 家里是讲爱的地方 女人更是不应该跟他讲道理的物种 接下来赵川实在忍受不了 男子最后的做法 真的让人无法接受 一个人说话都没有及时刹车 对别人的感受似乎毫不在乎的 而在婚姻中妻子像药的是一个 能够倾听他内心的男人 要一个在他累了能够安慰的男人 而不是一个只胡讲到道理不讲爱的男人 自己一个人说个不停 自己爽才是真的爽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赵川在痛苦中把这个男生的问题 抛给了嘉宾老师 首先是于伯红老师点评 于伯红老师一出场就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 对于男生不应该提问给他 不然全程你都不用点评了 大道理他比你还会讲 所以话锋一转 于伯红对女孩说的 于伯红说到一个现实 一个男人跟你讲道理 但他却不明白一个男人 不应该跟妻子讲道理的道理 现场足以感受到男生的逻辑 让人实在无法忍受 而夫妻之间最大的安慰是去体贴对方 有时候无声胜有声 相比喋喋不休 可能作用会更大 接着是曲伟老师犀利的点评 曲伟老师指出男生 根本不明白人家需要的是什么 就一大堆道理一套一套的出来 明白了需求问题 就应该拿关系体贴的话来安慰妻子 当一件突发事件发生时 最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老婆你今天怎么了 哪里出问题了 我能做些什么帮助到你吗 而不是喋喋不休的 讲一对事不关己的问题 理论永远都只是幻想家 而真正行动才是 把问题解决的唯一做法 曲伟老师给到的建议是 女孩自己找一个事情做 工作家庭分开 就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接着是图蕾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 女人是形式思维的典范 辩证逻辑的障碍 我无意摧残女人 也不想被女人摧残 所以我通常跟我太太 从来不讲道理 因为女人就是不讲道理的动物 道理是什么 道理就是逻辑 因果逻辑 当一个人不愿意 跟你讲道理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逻辑 就是不跟他讲道理 这才是真正的道理 图蕾老师引发了自己和老婆的相处之道 来说明两人之间的问题 女人是靠感性思维 直觉方面是任何动物都无法比拟的准 但相反的是男人通常都是用理性思维 当他左推理右推理出来后 还不如刚开始就直接上去谈感受 不讲道理 所以跟女人讲道理的男人 本身自己就是不明事理的 所以相处中 女人经常把大事跟你交气的说 而男人确实经常把小事往大了说 举一个例子 当女人准备好一桌子饭菜时 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喜欢的菜 于是男人就开始挑三拣四 而女人就会直接让你 爱吃不吃不吃拉倒 这时候一个男人如果说老婆辛苦了 这一桌子菜都是我喜欢吃的 我太幸福了 这样说两人的感情瞬间升温 女人要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感同身受 接着图蕾说道 女人靠的是直觉和嗅觉 男人总以为他们不知不觉 等到女人伤心欲觉 男人们才后知后觉 你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第二显得自己高高在上 像伪君子 就像刚才主持人问你说 你学什么的 你明明没有读研究生 你还假不假是问一个 你是说本科吗 所以很显然 其实在你们共同创业的过程当中 在学历上你是自卑的 但是你在工作的岗位上 时时刻刻要表输出一种 高高在上的姿态 在家里面时时刻刻要扮演 导师的角色 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自卑 图蕾老师看问题就是透彻 指出了男生内心的自卑 需要通过一些方式 来掩盖之的自卑 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 跟女人聊天过程中 不能用逻辑思维去沟通 不管女人说出了什么 用爱用心去感受她的感受就可以了 这逻辑说简单很简单 说男也很难需要当事人自读 而接着图老师教男生最直接的做法 赵川也总接到男生说话的方式有问题 其一就是男生说话以自我为中心 经常说你 而不是我们他们 经常说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而否决别人的看法 一句话能把人给说死 所以这是男生最大的问题 在两性关系或者交朋友 学会倾听比自己能说会道更重要 最后男生对妻子表示今天 开始会好好感受妻子说的话 妻子也愿意帮助丈夫走出阴霾 两人最后还是走在了一起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